打墙就涉及到一个快速的连续发力 首先第一个 重心刚刚不用讲了 第二个 就是打墙跟前面那个发力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打墙 我再连续的再进行一个打墙 然后打墙几个重点 刚刚重心不讲了 就是因为大家在练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的脚步不爱移动 不爱移动这个抽球 是肯定抽不好的 在打墙的时候 来根据这个墙的位置 移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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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要就是这个墙在前面打 动起来 同样一个位置 这个动和不动 它那个球数 那个打数就节奏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在训练当中 不管你是如何的去打这种双打当中的技术 希望大家脚步 不要停止移动 因为这个也是为后面的这个我们的板拍 后场作为铺垫 后场球也是要不断移动 好 那你抽球练好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这抽了抽了抽了对吧 哎 抽了感觉来了 哎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人家给你抽了的时候 突然发了一个这个地方球 毛队人 你的反派就自然就打出去了 你把我刚刚说的挑球 反发球打强 抽球练好 然后跟平队打的时候 人家会打过来的 打过来的时候你突然一下 像抽球一样开窍了 打出去了 这是这个过程啊 每一步都少不了 你才会能够把反派打得特别好 好